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正恩 继承祖辈父辈的主体思想和先军路线 在本国经济疲弱 人民极度贫困 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 执意发展核武器 被指责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挑战国际社会 甚至长期为期提供援助的中国 也公开表示反对平壤的和野心 不过中国在当前形势下 如何处理与朝鲜的千丝万缕复杂关系 备受瞩目 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付诸表决前 记者在鸭绿江边看到 每天有不少车辆走过连接丹东和新一州的 中朝友谊桥 往返两地 其中有许多是标着朝鲜牌号的大货车 这些朝鲜货车在过境前 通常先到丹东口岸履行海关通关手续 然后开往与丹东隔江相望的朝鲜新一州特别行政区 当然除了汽车 每天还有客运和货运火车从桥上通过 在核问题上不肯就范的平壤 在靠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搞核试验 让北京领导人难堪 不过中国一位朝鲜问题专家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北京不可能对不听话的朝鲜采取断粮断油的釜底抽薪手段 他还暗示平壤发展核能力在技术上除了依靠前苏联提供以外 也有一些走私活动 一位流动商贩在跟记者交谈中透露出渴望获得原油的意愿 说可以在当地疏通关系向对岸出口朝鲜急需的能源 至于如何交易他却不肯透露 油管车也有 有啊 每天都有吗 那我还没注意 那往那边可以进油吗 可以啊 什么都要 但是你怎么扒过去呢 扒过去 朝鲜人家这里谈签行李跟来中国一样 那怎么来他们通过中国这边的人给牵线呢 他对 他要的东西对 就是故事 那这个国家允许吗 允许允许 允许非常容易 但是就是这个钱这个问题上 就是通关怎么通呢 通关有办法 到手续都得 这都应该从头把你挣你钱 你想把这个货流量挣到朝鲜另外一个国家 你这用正常的手续办理 那朝鲜那边它是什么的那个单位呢 它没有接的呀 国家的 上市 我们都用传真往来 朝鲜化和英文英文 新一周在中朝两国边境贸易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在已经成为承担中朝贸易过货量80%的口岸城市 虽然外观上与看上去繁荣喧闹的丹东相比 新一周显得破败落寞 到了晚上号称朝鲜大城市之一的新一周 似乎早早入睡 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 与一江之隔的丹东市 灯火通明 形形色色的夜生活构成鲜明对照 到国丹东的游客 一般都能从当地导游口中听到 城内有几家朝鲜投资经营的高丽风味饭装 服务员都是来自平壤的女大学生 她们经过千挑百选 不仅相貌出众 而且能歌善舞 为食客们献疫表演 歌舞表演不仅有朝鲜的经典民族歌曲《阿里郎》 还能听到歌颂祖婆的中文歌 李小姐从平壤来到丹东已经三年 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那你到这儿来三年了 对 每年都回去吗 今年还是明年可以回家 明年可以回家了 今年春节在这儿过的 想家了吗 到了想家 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上一大学毕业了 那将来回去做什么呢 会不会 没想到做什么 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 这些年轻的女服务员 不仅长期不能回国和家人团聚 而且受到朝鲜官员严格监管 平时很少单独外出 劳动所得 上交后所剩无几 那位司机还叮嘱我们 朝鲜规定派到中国工作的服务员 默谈国事 所以不要问他们 跟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 像他们这酒店的那个服务员 就是长得漂亮的 那个大学生那种 那个能看 那个他们可以自由出来 也不是 也是有家的 一个咱不对管的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新一周被联合国军轰炸 战后重建 这座横跨鸦绿江的铁桥 也在空袭中被拦腰炸断 中国一侧残余的断桥 现在成了建政那段历史的遗址 小贩们在断桥上向游客推销朝鲜纪念品 其中还有印有朝鲜两代 已故领导人头像的纪念章 钱币 面值一元的纸币上 印着朝鲜功勋演员 红英姬的肖像 他早年主演的电影《卖花姑娘》 四十多年前在中国 也是家喻户晓 一包朝鲜光明牌香烟 要价二十元 有人说 这个烟是朝鲜最高领导人 曾经喜欢抽的牌子 但是鸭绿江断桥头的店主 似乎了解更多 那是金正恩抽的 金正恩先抽去一下 朝鲜产那个香烟吗 抽去就不是香烟 就你走现在核武器都能弄出来 那谁也弄不出来了 对 今天不能拿老烟工去看它 香烟也好 雪茄也罢 继承了家族极权统治的金正恩 勒紧老百姓的裤带 发展核武器 看来已是妇如皆知了 美国之音 叶冰 丹东报道 rés sway省依然这样 在 게임里面 不过来 杀念首 必须给你 保留 压力 最后